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律 避免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和不便 因此 让更多的人以文照进 实施内观与反省自己的言行 做个懂礼貌 有分寸 有修养之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通过写作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了解礼仪和道德准则的重要性 提高他们的文明素质和修养 通过写作 我们可以传递文明 理性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我们的文字 除此之外 作为现代人 我们还需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我们要时刻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自律 遵循基本的道德准则 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 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前日在机场休息厅 手里捧着于秋雨的中国文脉细细品读 正在易农之时 思绪被一年轻人的电话交流声给中断 电话里似乎在谈论生意 声音越来越大 旁边读书看报 睡觉的旅客都面面相去 服务人员也一再提醒 但无济于事 冲动之时很想上前阻止 告诉他 请你不要在公众场所用手机大谈买卖 这不仅会让周围的人探听到你的商业秘密 还打扰到周围旅客的休息 是缺乏礼貌与修养的表现 但最后还是冷静下来 因为这种旁若无人 不分场合高音量讲话的行为大有人在 与其多管闲事 不如拿起笔头 让更多的人以文照进 实施内观与反省自己的言行 做个懂礼貌 有分寸 有修养之人 身为都市人 尤其需要注意在公共交通场所 如飞机 火车 公交车 地铁 不要旁若无人的高声说话或打电话 因为这里可能很多人在休息 处理工作 或在电讯设备上看节目 不要让你的随意造成他人的不便 不要让声音让自己变成一个无理之人 01别让高音量出卖了你 很多年出国旅行都不愿意选择随团而行 一来是随团很累 二来是不愿与其为伍 记得几年前 一家人随旅行团去了日本旅游 无论是大巴车 机场 还是入住酒店 餐厅用餐 都会听到有人大声喧哗 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每到用餐之时 有些人在取餐之时都依然高谈扩论 我当时就在想 这饭菜里该有多少口水 后面的旅客该如何取用 这种不过他人的不礼貌行为 引得当地就餐者摇头鄙视 投影不屑的眼光 后来我有咨询身边的朋友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到国外喜欢高谈扩论 大声喧哗 他说为了证明中国人强大了 自信了 牛气了 富有了 我只想以一位教师的身份告诉大家 在这种场合大声说话 高谈扩论 不等于自信与富有 而是一种礼貌与修养缺乏的表现 真正的自信与富有 无需言语衬托 更无需张扬 他是深藏于血液 近代化开 时至今日 渴望用高声的方式 成为众人的焦点 早已不符合文明社会的审美之观 在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 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 自觉与礼貌行为 不要用自己的高分带音量 打破整体的和谐 02降低音量 显高贵 为了从小培养 孩子们的贵气 同时也出于卫生与礼貌 我们家用餐有两个传统习惯 一是公筷子 二是用餐直语 以至每次用餐时 当有人发出声音 孩子们都会以食不言 寝不语来提醒说话者 这里想到了梁文道的常识的这本书 书中写道 让香港人降低在餐桌前 说话音量的原因是 现在的香港人变得越来越富有 越来越文明 人均受教育的程度 越来越高所导致 因此 千万别忽视了音量 对人贵气的影响 有一句古话叫做 与持则人贵 现在很多人也都说 自古贵人 声音低 历朝历代 文武百官 有重要知识要洽谈 都会选择私密之处 降低音量 小声商议 每周都会带着家人登山与自然亲近 因为在空旷的山间 放声高歌 高声送毒 这种天真淳朴 和大自然的环境是和谐的 而现代都市 处处人满为患 我们时刻保护自己的隐私 但同时也不想做他人私事的无奈听众 因此 降低音量说话 是对他人最基本的礼貌与尊重 也是人人需要遵守的约定 其实高档小区与普通小区 除了配套设施 业主素质亦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武昌很多高校教师 另可住在校区宿舍 也不愿意搬至居民商业公寓楼 其主要原因是在商业楼 经常能能听到很多人大声说话 高声训斥孩子 夫妻歇斯底里般争吵的声音 而在学校教师公寓楼则大有不同 大家说话都轻声细语 夫妻吵架也生怕让邻居听见 降低音量 尽显贵人之气 零三公共场合 声音渐休养 曾经年轻时 很喜欢去中式餐厅用餐 因为那里可以高声吆喝 热闹非凡 更贴近市民生活 随着年龄增长 见识的增多 现在自己更加喜欢去安静的餐厅或是茶馆 因为这里音乐轻柔 灯光也柔和 人们都放低声音交谈 甚至是窃窃私语 一厢并饮之间 宫愁交错之际 每个人都在享受安静带来的满足 慢慢地我们发现 越是安静的地方 往往越是高雅 我们经历过太多大声说话的时代渔场所 那些吵闯闹闹 叫叫嚷嚷 高声吆喝 鞭炮齐鸣 顿化了我们的思维与大脑 让我们听不到鸟鸣虫叫 流水掏声 慢慢地 我们的思维能力也逐步退化 这种高声制造噪音 无疑是对他人的不礼貌与不尊重 同时也是对公共空间的一种侵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